大家好,北京第二边饭局上有一个话题,说习包子 这个特别的有眼光,说把他和马银九老师见面的时候 安排的特别的有政治的寓意 说同一天呢,美国,这个日本,菲律宾 三个国家的元首啊,在美国的白宫见面呢 然后三个国家就达成了史上最坚定的政治同盟 军事同盟,经济同盟,外交同盟 完了以后就把话都说得又彻底的露骨了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 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的几栋 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这个钓鱼岛 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的重要性 我看了这个日本的首相,这个岸田老师的演讲 那的确话已经说得够可以的了 就是摆明了呗,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联盟 主要是就是应对中国呗 美国跟这个菲律宾的联盟也主要是应对中国呗 美日非三个国家的联盟主要是应对中国呗 这个话说的已经是再明白不过了 也毫无掩饰 当然呢,他的官方的文件说我们的这样的联盟 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你不是一个外交词,你没用,习包子也不傻 说习包子知道自己来者不善 知道人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就故意选择这一天,利用了一下马英九 就是说我现在啊,这个什么建这个马英九 所以说我是摆明了,我就不打算打仗 你们搞这些没用啊 问题是他不仅仅是台湾呗 他不仅仅是,他还有什么,他有钓鱼岛啊 钓鱼岛这个东西,中共它是不会让的呀 是不是,人家美国的军方都说了,五角大陆都说了啊 任何时候尖隔列岛,就是钓鱼岛,如果出现了任何外国实力 美国将第一时间跟日本动起来 然后日本这边呢,前所未有的啊 就讲说这个,启动整个这个日本国家的军事力量啊 说过去二战以后呢,日本就不谋求军事的发展嘛 这会儿终于就已经是,这个故事就翻篇了啊 从现在开始啊,日本就开始全面的搞起来了 要把这个日本的武装力量要搞到,要武装到牙齿 美国人是完全彻底的支持 哎,就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今天国际上最大的看点 是日本的首相在白宫的一个演讲 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可以说是直接给了细胞子几个耳光啊 而且是给了细胞子前所未有的警告 这是完全可以这样解读的啊 我们看看国际媒体是怎样解读的 说美国领导人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举动 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尖戈列岛 说这个现场啊,那绝对是,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再也不给细胞子一点点面子 说这个细胞子这边的情报人员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们故意把这个和马英九的见面呢,就安排在同一天 那对冲一下美日非美国日本菲律宾的联盟的成立 完了以后看能不能够有点外交的影响力 结果没什么暖用,是吧 习包子这种人呐,他其实啊,哎呀,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呢 就是一个不听老人眼,吃亏在眼前 他们说日本这边的军事力量的话,最多只小五年的时间 就可以发展到与美国等量齐观的水平 所以有人说了啊,说美国这样搞,其实也是在玩火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记得啊,日本跟美国,那过去曾经是宿敌啊 我们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有相当多的人 不仅是老百姓啊,还有一些个政客 对美国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怨气的啊 只是历史的史篇啊,历史的诗篇,历史的话卷翻过了这一页 所以他们有些人就不怎么说了 就像今天的韩国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对这个美国人也是很有偏见的啊 你在韩国你如果开始走的话,你隔一段时间就看到美国军队滚出去 是不是,我每次看到我也想笑啊,说你美国的军队就住在这儿 美国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都在你韩国,跟你维护你的家园 你为什么要让美国军队滚出去呢?你滚出去以后你打得过中共吗? 你打得过朝鲜吗?你不是开玩笑吗? 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真的,人的观念就是,你他自己都解释不清 你跟他讲道理没用的,他就这么想的 日本这边也有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有人说美国跟日本 升级日本的军事力量是一把双人舰 小心日本有一天一个美国人又干起来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美国日本菲律宾如此高调的联合在一起 那肯定是建制中国呗 所以为什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所以我们就看着习包子这种人呢 他就是三个自信,五个自信,五十个自信 就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所以他们北京这边有很多人就说啊 但是我们就看着这个国家,就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脑 一点办法都没有,习包子 你看他那个出来见马英九,那个一指气使的样子 哎呦,那吵,那牛逼轰轰的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他说 哎呀,最搞笑的是习包子,为了表示自己是一领袖人物 是一个比马英九要高级很多的领袖人物 这回穿了一个10厘米的内增高鞋 然后比马英九高半个头 真的,我看了一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还真是,马英九一下子变成像个小老鼠 小老鼠,是不是 就明显的比这个什么,比习近平矮一大截 但有人就翻出这个 有人就翻出这个习近平当年,八年前 在新加坡与这个马英九的合影 两个人是差不多高的 这个习包子也没比马英九高多少 基本上是差不多高,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维基百科的资料 查了一下国内的台湾人对马英九的介绍 马英九的身高是1米8 是不是 所以到底习包子的身高到底是多少 突然变成一个扑朔米尼的事情 搞得我特别懵圈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我都相信习包子是1米8以上的个子 有人说他1米81 有人说他1米82 然后我今天看到的一个真正的资料 说习包子的身高就1米73 没有那么高 他说你看习包子和他老婆在一块 和彭丽媛在一块 彭丽媛的身高是1米66 习包子身高是1米73 他们两在一块是完全彻底的 在家里的合影 然后他说你再去看一看 习包子和曾庆红的合影 曾庆红的身高是1米69 习包子身高是1米73 比较合理的 马英九身高1米8 完了以后你比马英九高大半个头 是不是 那你至少是1米86才可以 你知道共产党的每一个信息 他释放出来 他都是有政治的图锚的 我们这些人又被他骗了 知道吧 就是当年毛泽东 所有人都相信毛泽东是一个巨人 是不是 说他是1米83 尾人 尾安 高个子 大个子 当时我其实是蛮狐一的啊 南方人韶山那个地方的人 吃稻米的 就跟我一样的啊 你能长到1米7就不错了 是不是 结果他说他1米83 我真的是不信 真的是不信 这个 但是呢很多人就这么说 后来我也信了 后来 我们到北京再一起吃饭 我听那个读书的杂志 是老板沈老师说的 他说毛泽东的真实的身高是1米72 很不错的身高 南方人 1米72 为什么呢 他说周恩来的身高就1米72 他们两个是一边高的 是吧 你看周恩来跟毛泽东两个人在沿岸时候的河野 两个是一边高的 为什么和毛泽东的身高就是变成了1米83呢 有意为之 是不是 他就这样子的 这是我今天听过的最大的一个八卦啊 就是 就是共产党的每一个释放出来的信息 他都是扯淡的玩意儿 你千万不要心 你心里就输了 你知道吗 这个习包子身高就是1米73 马英九本来是应该是比这个什么高的 比应该是比细胞子高的 但是细胞子的每次都穿内增高 是不是 作为一个长期穿内增高的这么一个人 我表示这个消息我绝对相信 因为我的身高就1米7上下嘛 是不是 身体好的时候大概1米71 身体不好的时候 就缩进去1米69也可以 就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 而且年纪大了 号称是1米7 其实也 我都好久没凉了啊 就这么多 小短腿 我经常开自己的玩笑 是吧 那必须穿内增高 是不是 哎呦 我看完 我笑死了 我笑死了 就是这期的节目就告诉大家 共产党的话 你不能信 真的也不能信 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你一信你中招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细胞子不听脑人言 吃灰在眼前 是不是 你只有1米72的身高 1米73的身高 你就应该像邓小平学习 像邓矮子学习 你不要像 像人家这马英九老师学习 人家马英九天生就1米 就1米8 1米8的人 人家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 人家吃鱼长大的 我说无数词啊 吃牛肉吃羊肉长大的人 绝对身高1米75以上 吃鱼长大的人绝对身高在1米75以上 是吧 吃羊肉牛肉在1米8以上 你像欧洲人 他们的蒙古人 他们都是吃羊肉牛肉长大的 吃鱼长大的人 绝对1米7以上 1米75以上 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 吃麦子长大的人 1米7以上 没问题的 如果是像我一样 吃稻米长大的 吃大米长大的 能够有一个1米65到1米7 不错了 是不是 那个包子迪呢 十六岁 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去陕西去当知青 那个地方呢 吃馍馍 馍馍就是麦子嘛 所以他长1米72 1米73 是可以理解的 正长身体的时候 就这么一情况 所以中国人呢 应该像邓小平学习 邓小平 韬光养晦啊 绝不冒头 是吧 你冒这个头干嘛 你现在冒头冒得太狠了 你这个龟头正熊 你席包子 你就那么点身高 你非得要穿个内增高鞋 你不是自己找死吗 你现在美国日文安保条约 是不是 你根本就哪儿也动不了 你菲律宾也不敢打 是不是 你台湾你根本不敢打 钓鱼岛你也不敢动 你多看一眼就弄死你 你不觉得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吗 所以中共的消息 中共的有些个新闻呢 又好气又好笑 席包子真的是一个窗户 谢谢